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神马叫美颜细腰长腿风胸一个都不能少 不知道是不是当了妈妈之后张伯芝也很少穿得如此性感 现场他自己似乎也显得有些不适应 频频用手摆弄胸前衣物 这性感指数爆棚的小动作不仅让粉丝根本hold不住 也让走在他身边的外国品牌知名设计师显得有些慌张 在到底该看还是不该看之间犹豫了半天 还是没能控制住自己的目光 不过能获设计师亲自陪同看品牌新作 张伯芝也是颇受到国际品牌器中的有没有 只是事前公关就表明伯芝不会接受访问 不知道是不是不愿再被问及谢霆锋和王菲的旧事呢 近日张伯芝现身米兰时装周大方异彩 就在米兰时间26号 现身在当地举行的著名鞋子品牌的2016春夏御展 当天的张伯芝以全黑的低胸打扮世人 竟显自己销瘦身材和一双长腿之外 胸前更是相当开放式的设计 丰满的上围 呼之欲触 真正证实了神马叫美颜细腰 长腿风胸 一个都不能少 不知道是不是当了妈妈之后 张伯芝也很少穿的如此性感 现场他自己似乎也显得有些不适应 频频用手摆弄胸前衣物 这性感指数爆棚的小动作 不仅让粉丝根本厚不住 也让走在他身边的外国品牌知名设计师 显得有些慌张 在到底该看还是不该看之间 犹豫了半天 还是没能控制住自己的目光 不过能获设计师亲自陪同看品牌新作 张伯芝也是颇受到国际品牌器中的有没有 只是事前公关就表明 伯芝不会接受访问 不知道是不是不愿再被问及 谢霆锋和王菲的旧事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